早年嫁女儿的时候 多会买一台真车给女儿当假装 真车就是俗称的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有着娘家父母的疼爱 现在几乎没有人送真车了 嘉义这家有80年历史的老真车行 却常常有年轻人拿家里的真车来修理 原来这些都是妈妈或是阿嬷的嫁妆 有很深很深的依恋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割舍不下的情感连结 老店继续营运着继续为顾客修补回忆 同时也把一台一台的老式真车摆出来 提供民众体验课程 踩着踏板仿佛也踩进了怀族的时空 这样子 上去这样子 下面这个线 过来 脚踏踏板针线随之舞动 穿梭布料间留下美丽纹路 这台80年前生产的老真车 历经岁月洗礼 仍优雅地运转着 扎河17年 民国31年 就是这一台了 就是这一台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台 现在我站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以前没有电动 没有马达 没有电 就是用脚踩的 真车两百多年了 唯一家义有一个好处 就是家义快幕很多 这个就是纯粹是快幕 真车就是俗称的缝纫机 早期生产的真车 坚固又耐用 好好保养 用百年都不成问题 这台早期是我有亲手做过 差不多五十年了 四十几年了 我第一次坐这车就坐这一台 像现在这一台车子 是他儿子拿来修理 他妈妈因为已经以前的嫁装 七十几岁 八十岁了 他嫁装 然后他就说不能使用 就请我给他维修一下 手上抱着婴儿的是我的外公 然后婴儿是我的爸爸 那这块木板呢 就是当时候我们说家义的木独 那就是Hinoki的 块木的门板 然后一直保留到现代 那你其实看到有点稍微变化 只是把那个木板的门框 再把它换成透明玻璃 因为这样子是透光性会比较高 照片中的婴儿 正是针车行第四代吴振宏 十八岁接班 如今迈入六十八岁 头哥 我这个针车 你帮我针多少钱呢 好 没有问题 针车大大小小毛病都难不倒他 三两下功夫就找出问题所在 让停摆的机器又活了起来 这台车是针窗处 我们家庭用的针不是这种 是一边远的一边扁的 它估计都黏 所以我现在倒了就害了 你恐怕不知道 把针车当成嫁妆 曾是政府大力推动的政策 现在还有不少人会把妈妈 乘风已久的嫁妆抱来店里 不止修复机器本身 更是修补对母亲的记忆 早期针车是比较少 比较高贵 变成说 假装如果有针车的时候 就代表他的生活家庭比较优惑 谢东敏当省主题的时候 民国六十年到七十年那一代 经济较少了 这个集团结婚 省政府集团结婚 就送一机两箱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一机两箱 一机就是红一机 两箱就是工具箱跟医药箱 到了七八零年代 不少妇女靠着针线活养大儿女 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台缝纫机 讨给骂难忘 那段针车行业嘴巅峰的日子 家庭及工厂嘛 那买针车的需求就很多 大家都想要说在家里帮忙做代工 然后就大家每个都要线车 那当初我们有请两位师傅 跟我先生就一起做 那我们就是我就负责开车 开货车 那带机去 两个师傅跟着就这样子 一家一家的去送针车 那我先生就骑着摩托车 一家一家的交 然后顺便收请回来 后来陈一厂纷纷外移 针车的需求量大减 传统针车行没了当年盛况 在民国七十年 颠峰起到八十五年 这一段时间是很颠峰 是生产事业 就是外销导向 外销的嘛 我们都做外销的外销导向 然后呢 时空被一旦盖 一个大陆开放 民国七十几年大陆开放以后 就慢慢陆陆续续 到南北境 在别人看来 针车已经沦为细阳产业 现代人似乎离针车越来越远 但一讲起针车用途 无家父子画侠打开 停不下来 我们以国中小学来看 他们的制服上面 可能要绣学还有绣名字 甚至在我们logo上面 都会用电脑绣制 即使你送人工绣制或电脑绣制 它其实还是要通过针车缝纫机 来做运作 现在有人说你们真的还能做吗 我说现在是走休闲事业 为什么不能走休闲事业 现在不是在做衣服 是方便第一个 现在就在做拼布 拼布以后再在做壁画 现在已经在做壁画了 在用针车在画图 不想被时代淘汰 势必得想办法转型 老店这几年开始朝向 休闲产业发展 成了体验的好去处 教民众如何踩针车 做拼布 做小物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 我们手拿的那个杯架 就是我们不是现在 常常人手一杯 然后你带着走 然后你就放在这里 手还可以提 秀出自己用针车缝制的手提包 保温瓶套 老板娘以前念服装科 因此橱窗里的文创作品 多出自她之手 也有不少是她早期的家政作业 就这一台武董的针车还很好用 还很好用 很多人用这一台做出来的 有部分是 最上面这个都是 我用窗帘布做的 第五代回家后 开始她的转型计划 第一步把80年没变过的店面 来个大变身 把旧时代的政策调选出来 来做一个展示 但有点像是博物馆的概念 现在多了一些事来欣赏 来观察 来看旧城区 来看这个故事的变相 它的实况背景 那这里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资产 那我们有分在不同的年代的政策 来做依序介绍 这是车房的兔毛用的 占用工部门资源的吴振哲 也让这里成了另类景点 他主动争取家一市政府补助 成为二通17间街角馆之一 透过展示和导览 带领民众探索老店故事 现在走进店里的人 未必来买真车或修真车 反而多了一些游客 所以我们把整个城市都当作 是我们的博物馆 所以在每一个角落 当你被点亮了以后 你发现它简直就是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让你可以很深入 慢慢地走 慢慢地体验 所以这样的街角馆 粘成整个城市的一个大的博物馆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看到我们从这个街角馆之后 也带动了我们这可以说把场域能够创生 然后把人才的培育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就回来了 每一间老店都见证城市惊喜 随着运转声持续响着 一排排真说串起古代人情感 也串起时代的记忆